看见世界的美好 请尝念 南无虚迷灯光如来 接下来请收看 智慧菩提 用菩提心的发心 来过你的日常生活 用菩提心过日子 用菩提心工作 用菩提心面对死亡 用菩提心修行 用菩提心来享受生命 当困难临头时 要用菩提心去经历它 菩提心 悲心 慈心的成就 彻底转换了你的心 往昔在你心中 只想到自己的安乐 只为了自己 那样的心相续 是无始的 因为那样的心 所以你依然 深陷苦难之中 尚未解脱轮回 对其他友情 利益极为 在日常生活 我们生活中 修持菩提心 是修学佛法最好的方式 佛法是为了解决 我们的问题 让我们远离苦及苦因 并造乐因 如果内心不守护菩提心 所作所为 就不可能变成佛法 心中就没有归一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是圣团 是圣求佛道 下化众生的根本 自他利乐的源泉 灭除一切烦恼痛苦的根路 到达吴于涅槃 彼岸之桥梁 自他利乐的根本 一等所有的行为 都应该出自菩提心 要尽可能让每个行为 成为爱惜自我心的对质 作为中心的对质 根本的慈悲心和爱心 都需要有一个对象做依据 从这个观点来看 就知道众生 对我们修行上的帮助 有多重要 有多重要 当我们努力 当我们努力为他人服务时 生活便会过得很有意义 当我们习于 地义他人时 便会发现自己 时刻都过得很快的 地义他人时 一人若越关心他人的福祉 便会过得越快乐 一个人若有这种 无私利他的心 便会找到自己的快乐 这是非常自然的事 我们越不越 不顾他人的福祉 而只想到自己时 心中便越无快的可言 当我们非常乐意帮助他人时 当下就会觉得很快乐 而以后他也会带给我们许多利益 感谢您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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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 那带给您的感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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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 为了让自己现在和以后 都没有任何恐惧与害怕 我们应该将慈悲和菩提心 放入修行当中 若要生起菩提心 最重要的是常常要关照自己 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要以菩提心的各种层面和对象 为休息的目标 当我们生起菩提心时 我们不仅方愿要为众生成佛 同时也要不为任何艰难的想 我永远绝不舍弃此心 这是保持巨事愿菩提心的方法 我们不仅方愿意 我们不想要碰到痛苦的事 但痛苦的根本 乃在于自私与我执 因此我们一定要舍弃它 自私与我执 我们无法意义它人 或帮助它人 至少也不要伤害他人 自私与我执 并舍弃任何众生 因为我们是为他们而生起菩提心的 当我们发愿要为一切众生做什么时 并要把所有的人都包裹进去 无一例外 无一例外 我发心的方式 一是在心中祈愿 愿我为一切众生而证悟成佛 这是一种愿菩提心的方式 我永不放弃或舍弃或舍离所发之心 无论实际 안녕 无论实现什么样的道德标准 都不离开慈悲的动机 以慈悲作为道德的动机与根本 才是最为圆满的道德准则 慈悲能够解除众生 一切的痛苦 就像一双治疗疾病的妙手 能够抚平众生的任何伤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只凡一切损人力气的行为 完全毫无道德可言 不管是升起慈悲心的人 或是接受慈悲心帮助的人 都会因为慈悲传真的光辉 感受到疗愈身心的温暖 因此 慈悲也称为不痛苦的爱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有界限 慈悲永无障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有一颗真切的慈悲心 我们的心就已经是数穷三几 横变十方的大圣怨心了 慈悲就是无私的奉献 更是对一切生命平等的关怀 慈悲就是无私 慈悲与智慧 是修行者达到涅槃的要素 也是最高的灵性目标 与完整的修行方法 大慈悲心与空性妙指 就像鸟的两翼缺一不可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任何事都要有慈悲的动机 却又毫不执着 这就是悲至双云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是训练心灵 开展思想最快的方法 中文字幕志愿者 自我关照与完全奉献自我 将能使我们战胜 长劫的无名 完成佛陀的伟大生命 本法语节目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 并请十方大德 in the world 并请十方大德继续踊跃 第二屆 護國千佛三壇大節會 時間113年3月3日起至4月16日 農曆1月23日起至3月8日 共45日 地點 台中市太平區長榮路三段166號 恰循電話 042270 2077 042270 2077 新墨修男童遭戈喉逸他 bang 秋 Antar 西川 我不希望自己只是個受害者家屬 秋千佛 我想替自己說些話 但我不想再看到他 秋千佛 冲單的時候 秋千佛 我一直對自己說要勇敢 秋千佛 白布 鷲 ! 她們對抵抗 秋千佛 孟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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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千佛 我知道 現在我可以安心地為自己站出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问诸佛与友情众神之间的分界线是什么? 上师答道 我们所称的佛陀指的是清净了无名之后 智慧与慈悲的圆满 友情众神由于未能了悟无名是无名 所以成为众神 因此差别在于名或无名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想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实 观看你的思维心 看见此心为空 不具任何体性 看见并了悟到 心的重重觉醒层面 是自行展现的 就是友情众生自然清净 而成为佛陀的要诀 请问轮回与涅槃之间的分界线是什么? 上师答道 轮回 流转 是从一个地方转到另外一个地方 涅槃是以斩断这个流转 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时 看见自行自信 是本自即有的 从未升起过 且不受物质的过患所染污 当你见到这点时 就没有流转的地方了 轮回从本史被清除 净化之后 即称为涅槃 这是轮回自然清净 称为涅槃的要诀 请问无名与名之间 中间的分界线是什么? 上师答道 无名是不明了 心的主要本质 明是看见心的这个基本本质 当你将这点应用到你的相续时 想内看着这个本然状态 这个清澈 宁静 鲜活 觉醒的心的基本本质 如此单纯地看着心 是自然清除 无名的要诀 明天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